为了活化凤山溪 高雄市府投入了2亿元的工程经费 启动整治计划 在中仁社区附近更是打造了一座湿地公园 沿岸还种植了九重葛及枫林木等景观植物 可随季节变化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 替凤山溪注入了新活力 贯穿凤山区的主要河川凤山溪 沿岸包含了许多的人文特色 古籍文化和公园绿带 是一条多元化的都市型河川 为了改善河川污染和美化环境 活化凤山溪 高雄市府从102年初 投入2亿元的经费 整理凤山溪沿岸营造计划 如今美轮美欢的都市生态湿地公园竣工 更让邻近的区域成为优质的水岸生活圈 凤山溪都市生态湿地公园正式启用 谢谢 新建的凤山溪都市生态湿地公园 利用污水节流工程 将处理过后的回收水放流至公园内 活化湿地的生态 并藉由水生植物将水质再一次进化 兼顾生态与美观 大幅增加沿岸的清水性 也凸显了凤山区新旧农河的独特都市一项 我们中文社区过去 我来党口的时候 这个地方要够这样很不好使 这样一片荒芜 现在终于不一样 我感觉齐护团队对河窗的整治 最勇气如果有白费水 如果有任何排放污水 环保局一定要依法严格处理 陈菊最后强调 市府将会加强监控水质 积极查气沿岸工厂 非法排放工业废水 若有违法绝不宽带 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维护凤山西的美丽环境 建议提升附近区域的生活品质 港东新闻彭冠英 仓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